台中18岁赖姓高中生坠楼身亡案至今满一个月 但还是疑点重重 上午地检署召开侦察庭再度传唤赖姓高中生的母亲 而赖妈妈为了要厘清儿子的死因 还委托法医高大城调查 发现死者遗体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怀疑案件不单纯 根据了解地检署已经收到了法医的解剖鉴定报告 今天侦察庭也将针对报告的内容来厘清疑点 赖姓高中生的妈妈再度被地检署传唤到庭 在律师的陪同下 要来厘清赖姓高中生的真正死因 因为关键的解剖鉴定报告终于出炉 是遵照甲官传票的命令然后来开庭 那至于开庭的内容要等开完庭之后才会知道 三处有针口有四个洞 赖妈妈控诉儿子是遭人谋查害命 还找来居民法医高大臣协助调查 更指出儿子疑似生前遭人下毒 坠楼的四肢没有明显外伤 以及脖子有勒痕 身上有不明针口等多项疑点 但随后都遭到检方意义澄清 针对右手针口及颈部伤痕之原因 就现有市政 不排除夕死者送医时救治 施打药剂 耗用护警所致 根据了解法医研究所的解破鉴定报告 上周五就已经完成 并且以最速箭的方式交到检察官手上 至于鉴定的结果是否与法医高大臣的推断 有所差异 鉴定结果最后只能交由地检署来对外说明 街中部综合报道